2015年,范冰冰和李晨在社交平台上的一张合照在网络上炸开了锅 两人各自的一句《我们》成了当下最流行的官宣恋情文案 然而当范冰冰偷税漏税的消息一出 李晨仿佛销声匿迹般 为了避免惹火上身,好男友这次可没站出来 不解释不回应,好像一个冷漠到跟他没一点关系的路人 在这之后,李晨和范冰冰的生活过得如何 他们还会有交集吗? 这里是闲鱼记,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李晨和范冰冰 2019年6月27日,范冰冰、李晨琪琪发文称 《我们不再是我们》,官宣分手消息 范冰冰与李晨公布恋情以来,感情一直算稳定 2017年范冰冰生日当天,李晨还当众向其求婚成功 没想到婚讯消息没等来,却等来了分手消息 一时间震惊全网 对于此事,网络上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第一批网友认为,范冰冰和李晨维持了四年的感情 却仍然分手 虽然范冰冰有着一些污点 但是还是应该给他们送去城市的祝愿 希望他们各自安好 第二批网友认为,范冰冰偷税漏税的案件 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不应该得到大众的原谅 因此对范冰冰、李晨分手,纷纷叫好 其次则是知情人士透露 范冰冰当初被罚补交8.8亿税款时 李晨正在国外拍戏 当时范冰冰的朋友劝李晨回国帮冰冰处理问题 而作为范冰冰男友的李晨却并没有出钱出力 就连生缘女友都没有 总之有人说范冰冰和李晨分手 是为范冰冰付出炒作转移视线 有人说是两个人感情破裂不再爱对方了 也有人说因为范冰冰困难时期 李晨没有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各种说法和猜测众说纷纭 而当时的狗仔一把手卓尾也开始爆出新料 他表示李晨和范冰冰并不是分手 而是离婚 而且离婚还是女方提的 不少人都以为自己看错了 在评论区多次提问 卓尾都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是离婚 不管范冰冰和李晨是真的离婚 还是只是分手 这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不管目的是什么 其实都不重要了 提到李晨和范冰冰 李晨的前女友张欣瑜 也算是见证了他们分分合合的一人 如今再看这三个人过去的极限拉扯 现在也算是分手轮流转了 李晨和范冰冰在一起之后 作为娱乐圈最火爆的情侣当 根据奔跑把兄弟的传统 范冰冰作为准家属也登上这个节目 让大黑牛也出了一把风头 在和李晨相恋的520天两人登上杂志封面 红衣耀眼两人对视 眼中的爱意浓烈 2016年春节 李晨随范冰冰到她家里过年 恋情也得到了家长祝福 2017年李晨指导的空天恋上映 范冰冰为她零天愁出演 不遗余力地为她宣传 前前后后发了32条微博 同样在这一年 范冰冰生日 李晨为她布置了满是玫瑰的现场 借着沁生向她单膝归地求婚 然而接下来传出的不是两人结婚的消息 而是范冰冰偷税漏税的新门 8亿的数额惊掉大家的下巴 李晨也叫停了结婚计划 张兴渝在他们的恋情之外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在李晨与范冰冰官宣的当天 张兴渝站出来发布了一条祝福的动态 一时激起千层浪 这内容一发出来 大家都谴责张兴渝爱蹭 很快张兴渝的好友就站出来爆料了内情 声称张兴渝和李晨分手后两年来 其实一直藕断丝连 后来悄悄复合了 甚至李晨已经买了钻戒准备和张兴渝求婚 这样一来事情就变了味儿 眼看着三角门闹得不可开交 李晨站出来发挥男友力 维护自己的新女友 却把脏水通通泼向了前女友张兴渝 回到现实 张兴渝与范冰冰 如同唐碧之鱼战车 如同皮肤之鱼大树 范冰冰甚至都没站出来对线 张兴渝就在这场较量中输得颜面无存 老话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如今三角门的闹剧过去七年 在看张兴渝李晨范冰冰的各自境遇 风水轮流转用不着三十年 范冰冰的消息一出 李晨和范冰冰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 而张兴渝却嫁人了 而且她嫁的男人和杰 不管是出身还是成就 都要比李晨强出百倍 两人结婚时 连央广军事都给出君嫂该有的牌面 中纪委更是点评 慧眼是英雄 低调恋爱 高调结婚 万人祝福 而曾经采过她的李晨 则在四处奔走 都受豪宅 替女友赌上八亿的窟窿 2019年 苟延残喘了一年 李晨和范冰冰还是官宣了分手 而范冰冰出事后 挣扎付出了一年 每次都是无疾而终 内娱事业全部完蛋 商业价值更是大打折扣 李晨就算娶她回家 也只能观起方门欣赏 再想回到风光的舞台前 几乎无望 李晨这番抉择 和跑男里忠厚老实的大黑牛形象 可谓大响径庭 再联想一下 此前她对前女友张欣宇的作派 一句张小姐关系撇得一清二楚 巧合的是 应小天也在这两年有了复出的迹象 插刀轿也被救世重提 而李晨就是轿内成员之一 当年枪林弹雨的拍摄片场 边潇潇爆料 应小天在片场对她施暴 在没有任何证实的情况下 好兄弟李晨杜淳就站出来 斥责应小天 替她戴上了舆论的帽子 再加上跑男换人 收拾不景气 就是心料一集合 李晨的路人员急速下降 李晨也从当初的真男人 蜕变成观众心中的假爷们 反倒是范冰冰在离开李晨之后 前段时间被曝光了新恋情 南方在外形上就是普通长相 身材还挺着啤酒度 看上去就是个中年油腻男 不光粉丝不满意 就连路人都觉得不般配 紧接着南方的过往被戏扒出来 男友名叫郭延峰和范冰冰同岁 接下来重点来了 他曾在军队待过18年 立过二等功 前后联系一下 很难不让人怀疑 他是想学张信瑜嫁个军人改口碑 只不过这男友和和解可差着 十万八千里 低配都算不上 郭延峰有过婚史已经离异了 跟前妻之间还有一个孩子 转业后当过集团高管 如今他在范冰冰的美妆公司工作 吃他发的工资 让很多粉丝嗅到软饭男的味道 而更大的雷点在于这位男友不能细品的发家史 转业不过四年就成为副董事长 义军突起这么快 不是能力强就是背景深 要么就是手段不干净 释出反常必有妖 也不怪粉丝劝他三思而后行 短视频平台上 张欣云和和解定情的那档综艺片段又火了一把 教官和解训斥队员着装不整齐 抓着背小书包的张大大为典型 而旁边的张欣云则挂了个大书包 张大大在采访时委屈表示 怎么不批评他 如今张欣云和和解结婚 再来回顾这一幕也算是糖点 而张大大则是受害者 张欣云曾经发过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头发以齐腰好想一刀剪 后来就在节目中遇到了剪掉她长发 陪她不再孤单的真命天子 虽然范冰冰被爆出结交了新男友 但她和李晨的消息也时不时的被提起 此前有消息称 圈内某白富美和圈内男友不仅没有翻手 还复合领证了 当时便有很多人都猜测是范冰冰和李晨 后来又有消息称范冰冰意外怀孕 所以和李晨复合了 这个消息相当劲爆 毕竟当初范冰冰和李晨分手的时候 也是全网皆知 那时候范冰冰出世 李晨和范冰冰原本都已经订婚了 最后却还是以分手告终 分手后范冰冰还解释 当时是自己怕连累到李晨 所以才选择了分手 看起来两人似乎还是有着感情 范冰冰也是为了不拖累李晨 才选择的离开 而现在范冰冰的付出似乎有了希望 她的商业能力依旧很高 也接了不少代言 所以现在她和李晨复合也有可能 只是没有想到传言居然是范冰冰怀孕了 所以才与李晨复合的 如果这是真的 那范冰冰好不容易回暖的视野 又要停供一段时间了吗 范冰冰的粉丝在知道这一消息后 还是十分担心的 前段时间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表示 自己目前在看剧本 不知道她的工作是否会受到影响 当初范冰冰和李晨谈恋爱的时候 十分甜蜜 这段感情也得到了很多人的祝福 只是没有想到最后已经订婚的两人 居然是因为范冰冰出事而分开 虽然两人说着分开后还是朋友 但是确实没有了同框和互动了 此次怀孕复合的消息一出 又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后续如何 我们不得而知 就一起等待他们的结局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